在2024年的慕隆年,鼠舌的人在感情方面需要格外留心。感情在这里涵盖了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同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社交互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慕隆年,鼠舌的人必须以真诚和坦率来维护自己的人际关系。诚实的沟通将成为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关键。 该年度对于鼠舌的人来说是个挑战,但也是自我提升的大好机会。保持真诚不仅是道德的呼唤,也是人际互动的基石。 在互动中,避免使用谎言来打沉默的。不诚实的行为可能会对个人的声誉造成严重损害,甚至造成社会性死亡,使你失去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一旦信誉受损,不仅你的情感生活会受到影响,职业生涯和社交圈也将会受到负面影响。 鼠舌人在职场中也应谨慎行事,不论是追求个人发展还是团队合作都需以诚信为本。 任何不当的手段都可能导致短期利益,但长期来看将是自损形象。 因此,年轻的鼠舌职员应该重视以正直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专业形象,做生意的鼠舌人。 今年下半年不要赚黑心钱,要知道夜路走多,肯定容易出事。 与此同时,鼠舌人在2024年也应该避免过度的自我忠心,学会欣赏他人,建立互助合作的关系。 与爱人之间应更加珍惜彼此的关系,加强沟通与理解。 对于家庭成员和朋友,鼠舌的人应该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总结来说,一切的人际关系建立都基于信任和真诚。 鼠舌人应该正视自己的行为模式,确保别人不会通过欺骗或不当行为来获得利益,造成鼠舌人的损失。 而鼠舌人也应该透过正面态度及处事原则,不是自己的不取,以免遭到因果的报应。 只要鼠舌人心存正面,他们将能够在慕隆年里获得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进而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因此,鼠舌的人应该在这一年里特别注重做人的诚信并积极培养正直的个人品质。 这样,他们不仅能够避免不利的局面,同时能够享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充实与幸福。 不诚实的行为,之所以会对鼠舌的人产生负面影响,原因在于不诚实,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人品,而呈现是建立人际关系与维持社会形象的基石,人在坐天在看。 在五行学说中,鼠舌的人通常属性与火,火象征明亮与热情,是正直和真诚的象征。 而火的正面特性能够带来力量和动力,成为人与人相处中信赖与理解的基础。 当鼠舌的人行为不诚实时,便是在自己的属性之火中添拭目,使得光亮变得昏暗,热情遭受打击。 在社会交往中,一个不诚实的鼠舌人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信任丧失,人际互动基于信任,一旦鼠舌人的谎言被揭穿,其他人就会开始质疑其言行的真实性,从而损害彼此间的信赖关系。 明欲受损,社会上的名声与个人行为紧密相关。 不诚实的行为往往会在人们中间传播,这样的负面信息可能迅速破坏鼠舌人的社会形象。 机会流失,在工作环境中,诚信被视为职业成功的要素之一。 不诚实可能会使鼠舌人失去升迁、合作和发展的机会。 内心焦虑,不诚实让人处于不断警惕谎言被发现的边缘,随之而来的是内心的不安与压力。 人际关系紧张,欺骗亲朋好友或同事的情感,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甚至孤立无援。 自我认知扭曲,经常撒谎的鼠舌人,可能会在自己的虚构现实中迷失,逐渐失去了自我认知和评价的准确性。 因此,对于鼠舌人而言,保持诚实不仅是能量正面表现,也是对自我修养的重要考量。 要想在暮龙年时献个人生命的提升,鼠舌人必须依靠诚实的行为,来维护其内在的力量和外在的人际关系。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人这一生,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都为了这么一个目的而活着,探求生活的意义。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给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洞穴比喻。 在柏拉图看来,有一群人世世代代都身处于洞穴当中,他们被无数的枷锁束缚着,连回头都不行。 但是,这些人一直在挣扎,只为了能够摆脱困境。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摆脱了枷锁的束缚,回头一看,竟然从洞穴里面看到了光亮。 因此,他走出了洞穴,终于看到了广阔的天地。 为了让身边人都知道这天地的广阔,所以他回到洞穴当中,把所看到的一切都说给了身边人听。 柏拉图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人生其实就是一种死亡练习,但人类何尝因为注定要死亡而放弃奋斗? 每一代的人类终究是要归去的,可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探索人生的光明。 之所要探索,不是为了什么物质,而是为了一种内心的满足。 其实,来到人间一趟,意义不过如此。 跟一位七零后交谈两小时,才发现人生的意义,不过是这六个字。 老吴是一位作家,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字的创作。 因此,他平常无视,就爱读书,而且还坚持写作,出版过两三本散文书籍,为人特别勤奋。 有一次跟老吴聊天,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坚持跟文字打交道十几二十年了,你觉得这其中的过程带给你什么感受呢? 老吴回了我一句话,感受什么的,其实说不上,只是觉得这当中的过程特别有意义。 我疑惑地问他,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他这么回应道,我觉得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有他的使命的。 有些人适合用文字记录生活,有些人适合经商赚钱,有些人适合当医生,而我适合跟文字打交道,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这一生,这就是我所感知到的最大的价值了。 更何况,人生短短几十年,倘若不做些什么,不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痕迹,不给自己的岁月留下什么点滴,那人生就颇有遗憾了。 我同意地点了点头,追问道,如果用六个字来概括,你觉得人生有什么价值呢? 老吴毅然地说,证明我已来过。 来到人间一趟,意义不过是证明我已来过。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人生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场空。 无论我们多有钱,有多权,多有事,都逃不过生离死别的最终归宿。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诞生于什么家庭,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这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活着的这几十年的人生当中,去做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 遇到不同的人,看过不一样的风景,尽好自己原本的责任,那救了无遗憾了。 比如老吴,他喜欢跟文字打交道,喜欢用文字的方式去记录自己的想法,去给这个世界留下自己的痕迹。 这是他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一些创业者,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创业,哪怕过上比打工还要艰辛的生活,他们也甘之如意,从不抱怨。 在他们看来,哪怕事业会消散,可如果活着的这段时间不去试一试,那就对不起自己了。 哪怕是日常劳碌的打工人,他们为了一日三餐而奋斗,便走南闯北,背井离乡。 也许,他们也在大街小巷当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都向这个世界证明,我已来过。 谈到这里,就想起这么一句话,再怎么渺小的生物都会在某一瞬间,向这个世界展现自己的光辉。 也许这些光辉太过微弱,未必有人知道,但他们早已实现价值。 每一个普通人都特别平凡。 因此,有些人就会跟自己说,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毫无价值,日子过得怎么样,迎接我们的,都是死亡。 这样的观念,从宏大的生命角度来说,那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活在当下的我们而言,生命原本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可以赋予生命一些意义。 有些人喜欢看看这个世界,所以他到处旅行,环游全世界,接触过不同的人文风俗,看到过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有些人喜欢沉浸在读书的世界当中,所以他们经常读书,把书籍当成自己的朋友,那深刻的思想,就是他们给自己最大的意义。 有些人喜欢为身边人付出,为身边人奉献,所以他们总是帮助别人,穷则独善其身,打则兼击天下。 这,也是他们给自己人生的意义。 不给人生意义,它就不存在意义。 而如果我们赋予了人生某些意义,那它就变得光辉璀璨起来。 所谓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就是这个道理。 唯愿你我,都能如苔花一般,哪怕在渺小,也学牡丹一样,骄傲盛放。 哪怕时光短暂,也要向人世间证明我已来过。 好了,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那么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财气满满,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见。